三加四新制上路第一天 基隆上午许多家长因为小孩停课 学校通知要裁剪 赶紧前往车站做PCR 没想到有人早上六点就到现场 到八点还没有排到检验 让民众直呼筛检窗口太少 流程根本有问题 和工作人员爆发口角 居家隔离改成三加四 民众只要三天居隔其满 快筛阴性后就可以出门 进行四天自主防疫 但这个新政策 学生三天居隔后 就算快筛阴性剩下四天 仍然不可以到学校上课 也不可以到人多的地方 由于很多人根本还没接到 卫生局的居隔通知 搞不清楚到底居隔 要从哪一天开始算起 让家长抱怨连连 三加四可真的会蛮混乱的 对啊 那这样子我们这几天 我们其实也是也没有在上课 也没有接触 那我们也要上隔离吗 让我们也是觉得很乱 新制度上路第一天 基隆地区乱糟糟 学生家长无撒撒 基隆筛站也引起民怨 是否表示会尽快改善 让新制度顺利执行 记者朱丁蓉 叶宇娜 基隆报导 掌填尾宇娜 小费 投资 余 大 天 木